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戏129 高走海哥 辉雄队的21岁组织后卫莫兰特 Dimfrance Marant 虽然全场得的生涯最高 也是队史单场最多的47份 却在上半场第二节开始后三分钟一秒 准备飞升冠篮时 遭到曾经连续两季 荣获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奖项的戈贝尔 赏了一季永难忘怀的火锅 5月28日晚间 戈贝尔的良师和挚友 从1982到1993球季 担任爵士队中锋的一读 Mark E.D.ton 不幸也为其自行车发生事故 宋医急救无效实施 享年64岁 戈贝尔目前是爵士队荡家中锋 伊顿曾经是阎湖城主场震慑迪威的中锋 他们两名高人 虽然有狂飙时间落差 却是一脉相承 都是美加地区职业篮球运动天地 表现抢眼 了不起的一代PG Paint Guardian 来下禁区守护者 也就是俗称的火锅王 伊顿是惯用左手的七尺四寸中锋 1977年时还是一名收入坡风汽车保养场的机工 后来结识一名篮球教练 由说他申请进入南加州赛普拉斯 Sappos社区学院就读 再转学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大学 在校二个球季1980-82共出赛30次 从来没有嫌发过 平均上场6.5分钟 得到1.8分2.4个篮板球 0.1次助攻 0.1次抄截和0.9次火锅 投篮命中率40.9% 他在大学时期多数时间困坐板凳 总共只获得过53分 但是有27次火锅 他纵然身高出众 然而在1982年6月29日选秀时 却仅由爵士队于第四轮第三顺位 也就是总顺位72才火进来 伊顿从1982年10月29日起 代表爵士队出赛875次 有四个例行球季82场拳琴 平均上场28.8分钟 得到6分7.9个篮板球 以次助攻0.4次抄截和3.5次防守火锅 投篮命中率为45.8% 他的直篮生涯只有两次尝试三分球 但是累计抢到6939次篮板球 和送出3064次火锅 他于1983-84球季 拥有351次火锅记录 是大联盟之最 1984-85球季创写至今 无人匹敌的单季 456次场均5.6次火锅记录 1986-1988球季 分别也有名列大联盟年度榜首的321次和304次火锅记录 戈贝尔6月26日即将年满29岁 在法国出生 已经两次当选全明星 2013年6月27日 他参加每家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H选秀 由丹佛精快队于第一轮第27顺位相中 并且当场经过交易向爵士队报道 他从2013年10月30日起代表爵士队 至今例行赛季 共出赛8个球季545次 其中先发453场 平均上场29.7分钟 得到12分13个篮板球 1.3次助攻 有0.7次超截和2.2次防守火锅 他曾经于2018-19和2020-21球季 分别以66.9%和67.5%投篮命中率 成为全联盟最佳记录 他在这个例行赛季 两分球投篮命中率达到68% 也名列大联盟榜首 此外 他还在2016-17球季 在81场例行比赛中 创写只有4场莫有赏锅 8次单场删锅5回 平均每场有2.64火锅的大联盟记录 伊顿当年身穿53倍号球衣 出战身穿33倍号的洛杉矶户人 对传奇中锋假霸 Kareem Abelbar的镜头 已经成为运动历史档案 伊顿是假霸在洛杉矶加大的学弟 假霸是美加地区职业男篮 至今唯一的三冠王单级称霸得分 篮板球和火锅项目 彭广阳 2021年5月30日